天空下的彩虹 印度今晚很开心 再次邀请到胡启斌医生 来做我的嘉宾 胡医生你好 大家好 胡医生 上次来到 你和我们讲到P22 美国人 特别我们罗省的人 是十分之怀念他的 甚至在2月的时候 为了去庆祝他的一生 在Greek Theater那里 就很多人在这里聚集 在这里怀念他一生 真的很厉害 美国人真的对动物 是很有感情的 我觉得P22 就是这一只Puma 这一只美洲狮 为什么这么值得 不同的人怀念呢 就是因为当Puma22号 他在这个Gryffind Park 附近出现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已经成为了一只困兽 但是由于那时候 这个社交网络的发达 和那时候开始有Trader 直接是有人扮认 他是P22的Trader 就会在上面 不停和大家分享一些 他的开心的消息 不开心的消息 很特别的 我记得我上次和大家分享过 讲这个P22 美洲狮那时候 我就和大家说过 是因为我身边 有两个小朋友 他们是Nathan 他们就很特别 就和我问我 他们就说 你上次说P22 但是在那些武林比赛之中 不是永远有一个对手的吗 我最初就问自己 他们在说什么 是不是好像我们的成人 就会想P22 大战这个人类呢 但很快原来 就是上次 我竟然说过给他们 在这个节目里面 和大家分享的 是说P22 可能是和一宗谋杀案有关的 OK 所以当我想到之后 就很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大约在七年前的今天 都同样是一个 越黑风光的晚上 我想在驾车的朋友们 就心里面想 胡医生 拜托不要再说什么 越黑风光 外面很大风 就在这个LA Zoo里面 我们的洛杉基动物园 发生了一宗命案 涉嫌的事故 这个就是P22 这一宗美洲狮 经过了那晚之后 当这些camera 这些闭路电视 好像录下了 有这一宗美洲狮 出现过的之后 就发觉 在这个洛杉基的动物园里面 没有了一宗动物 我想如果没有了什么 蛇虫鼠矮 甚至是可能大家家里的狗 最多都是会 那个人很生气 但是由于没有了一只 很可爱的小动物 就引起这个公愤 被涉嫌谋杀的对象 就是一只Koala 一只树虹 这个是受害者 大家都觉得它很可爱 没错 受害者的名字 就叫Kinani 应该就是一些哈威尔的名字 中文是叫甜姐儿 就跟这个Naomi 这个甜姐儿的名字 是刚好得叫一模一样 话说这一只14岁的女的树虹 就是在当晚消失了 血又没有 尸体又没有 但是由于在这个闭路电视当中 曾几何时出现过这个 P22这只美洲狮 遇无意外 它应该就是这个杀害Koala 树虹的控手 他们通常都是担了它 回去自己一个地方才去享受 首先最初 就是这个保护P22的朋友们就会说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LA Zoo 他们大多数是有八尺高的铁栏 但是当我们去看一些研究显示 美洲狮在大自然是可以跳过高于10尺之后 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会说 它遇无意外都是一个最大的嫌疑 但是在这里都让我想到一宗和我自己进入医学院有关的故事 那欣徒应该都记得小弟我进入医学院 很大原因是因为一只鸡的诞生 那话说我妈妈当年就在Chinatown的广东鸡鸭欄里面 买了整堂鸡蛋 那我想我妈妈当年应该是有少少的脑退化症 那所以就将蛋摆在焗炉里面 那但是由于忘记了 那我想当年我们住的apartment 那个焗炉是应该有少少火种 那有一天我妈妈和我的姑姐 就在那间apartment里面听到一些Digi Set 那最初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幻停 那这个绝对不是我之后进去 做精神科医生的原因 那但是呢 很特别地就有两只小鸡出来了 那后来就在家里养 那就由一个很好的老人家 帮我们建了一个鸡篮鸡笼 那就是在我家里 那但是呢 那最后呢 就是由于是这个鸡笼鸡篮 可能由于好像落土大雨 水浸的原因呢 应该那些木就比较开始烂了 那最后呢 应该是被一只山猫 或者一只coyote担走了 又是没有血 没有尸体 那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关于树熔的故事的 我心里面想 就算不是p22呢 都应该是一些 外面的动物担走了这一只树熊 你当时是写这个故事 在你那个的介绍自己那里的 是吗 那一篇文章那里的 是的 这个个人的自述呢 是令到我入到医学院了 那在这里的 我想欣涂呢 都记得我讲过的 话说呢 就是我去其中一间医学院 去面试了 那个比较肥肥的 一看见到我就抱着我 我心里面想 什么事啊 他竟然跟我说 我好感动啊 你写这一只鸡 真的令我很有同感 我心里面就很开心了 我说感谢神啊 如果我入到这一间医学院呢 真的靠这一只鸡 帮到我 所以有时呢 年轻人有一些经历 是好的 你可以有多些资料 写在你那个报大学啊 报医学院的一些的自述那里 那里可以成为一些的 拿分的一些机会来的 那其实在这里呢 都被我想到的 刚刚欣涂呢 很快就已经讲出了 我们报大学 报医学院 报法学院呢 是需要写这个 personal statement 这个个人的自述啦 那我听闻就在这个节目里面 都有余昌豪教授 讲过关于这个checkGPT 这个人工智能 去帮我们写论文了 那所以呢 其实现在有不少的大学 开始就说 好了 未来这几年 大家不需要再去写这个个人自述啦 那也都有不少的大学 在过往这几年已经说 由于公平的起见 不需要去考SAT 那可能听众之中都知道 小弟呢 其实是有教医学生的 那由于可能我年少无知啦 那我比较是反而鼓励 我自己的医学生 我的大学生 他们不妨去 和这个checkGPT 做一下朋友的 那所以今晚呢 在这里 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我去问checkGPT 这个人工智能 关于在动物园树虹 是被这个P22 美洲司杀死的经过 那究竟这个人工智能 是会说什么的呢 嗯 我都很想听一下 那在这里未开估之前呢 我都想跟大家讲的 如果大家记得疫情之前 其实我已经浪费了几个节目 跟大家讲大数据了 我想当年小弟都没想过 今时今日这么快 已经可以帮我们写完论文 搞到我这个所谓的医生仔 上来节目都可以省点时间 那么在这里了 他就说了 狠抱歉 作为一名AI语言无形 我并没有情感和主观判断 也都不会涉及未经证实的讯息 据报道 2019年11月22日 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的一只美洲司 闯入树虹的围栏 将其中一只树虹杀死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开始觉得奇了 为什么 他是说圣地亚哥 San Diego的动物园呢 那么我想呢 其实在其他动物园 都有发生过 这一类型的例子的 那么所以我很快呢 就上网找了 那么接着就让我立即找到 原来呢 当年在San Diego的动物园里面 反而有一只13岁的 红星的树虹 他叫Quincy 被认为一只很温顺的动物 这件事件 对动物园的员工和游客 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悲痛 也引起了这个动物园的安全 和野生动物保护的讨论 那么在这里呢 我听下去了 我就觉得 嗯 其实都不错哦 起码他说出了 原来真的有树虹在动物园里面 被人谋杀过 但是由于他说的资讯是不对的 那么所以我很快的 就打多了少少的资讯就是说 可不可以告诉我听 在洛杉矶动物园被杀那只树虹呢 那么很快呢 这个Chat GPT呢 就起了这个保护的作用了 他就说 我不建议讨论这种不幸事件 这样的事件非常可悲和令人痛心 我们应该尊重动物的生命和尊严 并采取措施保护动物园圈圈内的安全 防止这种事件再次发生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动物保护和动物园 养环境安全的讯息 请随时继续向我提问 为什么他们那些答案 那么像一些政客 就是说话不是直接回答你的 而是无灵两可 反而是说了一些弊一点的东西 就是很政治正确的预调 这个都有可能的 但是比我自己反而想到的就是说 每一次当我去打一个问题 或者打一群句子进去 其实是帮助这个Chat GPT 去更加努力地给我们一个好一点的答案 所以其实在这里更加让我想到 与其我们经常说 究竟Chat GPT 人工智能有多危险 反而我想我自己 好像今晚这个节目 我最初想起树红 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小孩的朋友们 他们无端端问起我这一只树红 比我更加知道的就是说 其实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根本上连问我都不会 嘿 坏点说句是因徒 分分钟 迟些你的嘉宾 就不是胡启斌医生 是这个Chat GPT医生 一定不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更加让我想到的就是说 家长们 听众们 我们更加要去鼓励我们下一代 去怎么样分析这些资讯 更加要让我们想到 其实就是说 一些这样似是而非的答案 怎样才会知道哪一句是真 哪一句是假 就好像欣徒刚刚 由于可能小弟读得比较慢一点 很快他就会觉得 喂 胡医生 你第一次读那段所谓的经过 是在圣地亚哥发生 所以我们知道不是了 但是当在第二段 欣徒很快就说 这个是一个政客的答案 其实欣徒说得很对的 因为这些这样的Chat GPT 他们就是靠用网上面的资讯 就是大多数是新闻 去西毒或者去变出来的 所以他们说的东西 就会像一群政客了 就是答得无铃两可 反而是说了一些比较 另外一点的东西 不过也是的 讲到树红 大家都很可爱 觉得他有很可爱的那方面 被一只美洲狮来去 怀疑是被一只美洲狮来去 撕杀 大家都有一个软息的感觉 是啊 其实在这里 反而既然让我自己去想一下 与其去靠人工智能 究竟我会怎样 跟大家今晚去分享一下 树红或者这个P22 美洲狮代表些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 在欣徒刚刚去跟大家讲 就说刚刚这个2月 由于P22的离世 很多的洛杉矶的人 他们走去这个Greek Theater 去为他庆祝他的一生 其实我觉得P22 有点是我们美国典型的精神 就是勇闯一个难关 甚至在一个很绝境的地方 都要去反败为胜 这个我觉得是美国人的精神 所以当大家去想一下 有些什么好像车 又会去用一些 Jaguar Puma 这些那么厉害 那么猛的猛兽去讲 所以在无数人的心目中 P22是一只很刚强 很勇猛的斗士 但是反过来 树红 我想大家想到的就是说 天天在那棵树上面 慢慢慢慢 藏着油加利叶 分分钟是遮住24个小时 那他们看上去呢 也是很渺小的 还有呢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今晚发现了的懒消息 就是原来树红呢 至少在我们这一个 所谓英文的世界来说 是直至差不多1798年才被发现 那时候 就是因为英国将他们的监犯 他们去摆在澳洲 新西兰那边 所以我自己最初经常都会说 为什么好像澳洲 在我的心目中 至少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 但是当我有时 跟不少的同事他们聊天 他们有时就会觉得 澳洲的人是比较粗犷 但是这里的都给我想到就是说 在澳洲了 有不少的动物呢 尤其是这个树红啊 袋鼠啊 他们这些袋类的动物呢 真是只有在这个澳洲才会生存到 那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澳洲是比较迟 去被欧洲人发现 更多些的树林在这里 其实这里的都会说得出的 因为我们的环境暖化 气候的改变 其实澳洲作为一个大岛呢 都开始是会有沉没的迹象 所以在这里的 尤其是我们经历了 整个礼拜落大雨 大家都看到这个 大自然可以带来的问题 至少小弟我家里 就还是流水的 所以我也会想到的就是说 其实当环境的变化之中 大家可以想一下 一只树红依然爬在树上 很悠閒地咬住他的油加利叶 其实树红呢 在澳洲的原住居民的名字当中 树红原来选的话 就是叫做不饮水 很特别的 由于树红他们咬的油加利叶 是很近这个水源 所以究竟是真的因为 他们不饮水 或者他们本身在咬这些油加利叶当中 已经吸收到不少的水 甚至是他们下了这个水源 没有人去发觉的 都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其实就算你说动物学家之中 他们研究这个袋类动物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说 其实树红有什么特别呢 他们住在一棵树上 在上面天天咬住油加利叶 睡很多很多脚 可能他们不是真的那么特别的呢 但是当我去想到的就是说 P22竟然肚子起来的时候 会去猎杀一只树红 究竟树红他们在澳洲 一生的天敌是哪些呢 竟然让我发觉了 原来有个新字 我自己都不懂 就是叫Dingle 我最初听到Dingle 我就说哇好帅哦 让我上网找一下先 那我给一些我的小朋友 他们看啦 Naomi和Naven很快就说 这只不是Coyote啦 我说不是哦 别人中文好像叫澳洲野狗 但是发觉呢 原来树红他们很惨的 他们走到一棵树 走到另外一棵树呢 又会被这些Dingle 去咬了它啦 在一棵树上面 我想欣涂都想到的 有澳洲鹰啦 甚至猫头鹰又会去侵袭他们 那也都有啦 有猫 狗 甚至狐狸呢 在澳洲都会吃了这些树红 但是欣涂有没有想过 其实哪些今时今日才是树红最大的天然敌人呢 就是那些树林没了 被人砍光了 当然就是这个人类的交通道路了 所以呢 其实在澳洲呢 一些比较在乎树红的朋友们呢 他们每次见到树红在街上 他们都很生气的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那辆车开着眼灯呢 甚至是走得快一点点 即是树红就真的停在那里 动都不动 但是呢 他辆车不动的后果是什么呢 又反过来 分分钟是他们被人撞 所以关心树红的朋友 通常呢 他们就会将自己的眼灯关掉了 接着在车里面就不断去祈祷 希望就说 哎呀 千万不要后面被人撞 但是都被我想到的 就是树红对于他们来说 我继续慢慢慢慢地走过这条马路 是 他们的动作是比较慢一点的 还有我记得呢 就是在前几年 澳洲大火 我心灵大火的时候呢 哇 烧死了很多树红 因为他们真的 走得慢 或者也没可能走得到 所以就被那些火一起烧死了 那时候澳洲人都说 这件事是很伤心的 不如我们一会儿 偷偷回来 回身继续跟我们去讲一下 天空下的彩虹 那会儿新的今天就跟我们讲到 P22 美洲C 但是也都是从他那里呢 就跟我们带出了树红了 Koala Bear 那刚刚呢 阿欣桃呢 就讲起 说在澳洲那边 由于有大火了 那不少的树红都没有了他们的凄身地 那我今晚呢 其实都很想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个新的科技叫ChatGPT 基本上的就是 好像我们上网去打一句句子 那以前呢 当我们打一句句子 在Google也好 Bing也好 就会出来的是有不少的website 那但是这个ChatGPT呢 就是去模拟人的语言 那当然啦 加上小弟读出来的 就有点点骗到人了 那所以刚刚趁在这个广告的时间 我就胆粗粗地叫ChatGPT 为我们去想一个 他们经历火灾的故事 那在这里就说了 曾经有一只树红 他生活在一片美丽的森林中 这只树红非常喜欢爬树 每天都会爬上不同的树 享受着高柱 虎南森林的美景 谁知 有一天了 树红爬上一棵很高很高的树 他很兴奋 因为他从未攀爬过这么高的树 但是当他想下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无法下来 因为有火灾 他越是往下 就越是陷入了火灾之中 树红开始感到害怕和困滑 他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到这个危险的位置 他一直试图找一个解决的方法 几个小时过去 天色变得黑暗 火灾依然旺盛 树红感到非常疲累和口渴 他四周呼唤 希望得到帮助 但没有人回应他的呼声 当树红感到绝望的时候 一只鸟飞过来 帮助他 找到一个离开的方法 树红在这次的经历之中 学到很多重要的事情 他意识到以后 不可以过分冒险 需要更加谨慎地考虑自己的行为 还有他也都明白到 不应该放弃希望 因为总会有人帮你走出群境 好厉害的 这个ChatGPT 连故事都可以和我们写完 其实我自己 由于ChatGPT出之后 就常常都叫一些学生 你们就试试打一个病人的记录 看看会不会可以有一些 药的药方出来给你们看 最初那些学生都很开心 因为他们觉得 好厉害 终于不需要听这个胡医生 在这里教我们书了 但他们很快发觉 如果你不小心 就会有一些小小的错流 就好像刚刚那个故事一样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过 我读读的方法 其实他基本上就好像 像我们平时写歌那样 就好像有一个开头 突然之间有一个低点 最后就有这个欲火重生 所以其实火灾也好 水灾也好 什么灾也好 其实你都可以 塞进去这个ChatGPT 我想他现在 就是由于受限于他得到的知识 所以听到他的故事 好像千变一律那样 但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 其实这个ChatGPT 写的故事一定比我更加有趣 但我觉得始终都是人工智能 AI我们真的要小心分辨 他那个准确性 特别好像医生 如果只是靠他来去下药 我会担心的 是的 所以在这里的 更加都比我想到 我们怎样去更加了解树虹呢 尤其是刚刚欣彤说过 在这个澳洲火灾之中 究竟树虹 他们有没有避难的方法呢 其实树虹呢 就有一群亲戚的 这群亲戚呢 就叫做代虹了 Wompat 代虹呢 他们就好像 那些大型的老鼠 他们就会在地下挖很多 不同的地道 也有不同的房间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气候大变当中 很快如梅以外 就会成为这个房地产大亨 他们就在这个地下隧道 比Elon Musk更加厉害地 挖隧道和挖房间 话说 在这个火灾之中 有不少的大自然的学家 发觉了竟然有树虹 躲在这些代虹的地底通道 和房间之中 去因而避过了这个火灾 那么好啊 最初呢 欣涂和我都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快就会觉得 原来在大自然当中 都有守望伤了 但是呢 其实当我们去研究回 代虹 Wompat 他们平时的做事方法呢 其实他们和我们正常是一样的 很不喜欢让外来的人进去自己的家 但是很特别的 就是由于他们通常呢 做的这些地下通道呢 有很多的入口 其中有一只代虹呢 他甚至有28个入口 他的地下通道有90空尺长 所以很大的机会呢 由于可能是其中的 这个树虹呢 他们闯入的那个洞 是平时他没有走过 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了 有整28个入口 一个月用一个洞 都真的可以走不同的洞了 所以可能是 只不过是没有那么 遇到的了 但是在这个火灾之中呢 有不少的大自然学家都发觉 其实代虹呢 是绝对闻不到 这些树虹的进入的 那可能真的正如 在这个大自然的灾祸之中 对他来说 他就算浪费过气力 去赶走那只树虹了 分分钟他自己没有能力 去保护自己 所以是基于保护自己的因素之下 才死死气地 去被那些树虹 躲在他这个地下的豪宅 那就很幸运了 那些树虹又找到这些地洞 因为他们通常都在树上那里生活的嘛 那其实在这里呢 都给我们去看到 我们人对于这个大自然的 不慎的认识 因为其实树虹表面上 他就在树上面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了 就说可能他们24小时 都在树上面 咬住一些油加利叶 接着又会不断睡觉 那但是当树虹他们走下去那一刻 其实他们的脚啊 或者他们的身体 一定是会感受到 他踩着的地有些什么不同 那所以我想 在不同的地方之中 他们会知道 哪里可能是会有入口 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呢 其实常常都会和大家分享的 在大自然灾难来临之前呢 通常大家就会见到一些鸡犬不灵啊 跟着那些雀不断走光啊 那些青蛙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类 只不过因为我们是所谓的万物之灵 那所以我们自己 很表面上就会去建屋 给自己住啊 甚至觉得人定胜天 那但是刚刚在这里的 我都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至少小弟我呢 这次真的惨糟或铁路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最初下大雨的时候呢 小弟我就懒惊地 自己爬了上自己的屋顶啊 因为见过以前自己父母呢 就会拿一些蓝色的裙子 这样摆上去 那谁知道上到去我就说 为什么我这里竟然是平的呢 究竟在哪里漏水呢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了 那很感恩的 最终找到一个 很好的师傅帮我看一看 他一指出个地方的 我才说 哎呀真的不会自己想到 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每一方面 每一个范畴的人 都有他们的专长 而更加在动物界之中 让我看到的就是说 其实动物一定有他们的方法 去找到一条逃生之路的 就是我觉得 这个是让我看到 在大自然之中呢 我们人类反而可能还是失败者 当是这个气候变迁之中呢 我还死守在自己的家屋 想着哎呀死了怎么办啊 漏水怎么办啊 但是也都让我想到的 就是我自己会很看到的就是说 其实呢 我跟大家是讲这个猫科类动物 最主要的就是说 想讲回起我们人类 最初的远古的人类 是在非洲那时候去出来的 那大约是在2.4千万年前出来那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澳洲那边 这个所谓的冰河时期 都记录了有不少不同类型的 袋类动物了 但是到今时今日 我们差不多剩下的就是 好像只剩下树红啊 袋鼠啊 或者我们刚刚讲到的 Wumpet这个袋红了 所以其实我们对这个大自然 还有很多未知之数的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今次没下这么多场大豪雨之前呢 我们经常不是讲就是说 哎呀这个科罗拉多河 Colorado River 可能会很快没有雨啊 加州很快又要制水啊 甚至当我们看到那些水壩 就是这个Lake Meat那时候的 又会说 哎呀那里有很多残骸出了来啊 不知道哪个死人被人扔了下去啊 但是我们想一下 这些事件只不过是 四五十年之前发生的 所以比我更加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暂时对大自然了 甚至我们讲起这个树红 差不多是这个西方的大自然学 在1798年才发现的 我们还更加有待去了解 这些袋鼠啊 袋红啊 树红 他们是怎样跟我们 所谓的灵长类动物 就是我们是 怀胎十月的动物啊 暴雨类动物 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里的 都希望在下一节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天空下的彩虹 袋医生是实在 我自己平时都很喜欢看一些 关于动物的 那些自然世界 大自然那些 一些纪录片的 当我去看到那些动物的生态的时候 或者他们的生存 和他们的整个状况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奇妙 哇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生存的 这样的环境都可以生存的 而且这么有规律的 就是好像我也都有机会 去过在南美洲的一个岛 那里有很多的企鹅 还有是皇帝企鹅 哇 原来我又以前看过一些 关于企鹅的电影 是不是 那个企鹅长征 那个 那你会觉得很奇妙的 就是为什么那些动物界 他们会这么知道 他们那个时候 何时去生蛋 何时去 自己去吃东西 然后回来去 喂下一代 然后那个的循环 还有 就是各样东西 我觉得都是很奇妙的 所以当我看多一些 这些动物世界的时候 我觉得 创造更加奇妙的 那就是你今天 讲到这个树虹的时候 我都觉得 哇 原来他们 就是除了在树上生活之外 也都分 懂得找一些的地洞 来去保护自己的 是啊 那不单是他们懂得找地洞 更加就是 好像欣涂刚刚说到的 其实当我越去了解 不同的动物的时候 都让我去感受到 是有个造物主的存在 因为始终 各样东西 真是 生有时 死有时 那当然了 我们人类呢 就会怀胎十月 那讲起这个树虹了 其实他们的怀孕周期 很短的 差不多是一个月的 那他们呢 这些 差不多一生了出来 又没有骨 看起来好像一坨东西 就会躲在 妈妈的袋里面 所以他们是 这个袋里的动物 那他们就会在 这个胎盘里 去吸收 他们妈妈的养分 那差不多呢 是吸收到 足够的养分 他们才会在 这个袋里面 去扒出来 那但是也都很特别的 由于他们是 始终跟我们 这个外界是有接触的话 那所以 这个树虹的 第一胎的死亡率 是很高的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感染 那究竟是因为 我们这个大自然里面 现在越来越多污染 还是他们本身 的構造都是这样呢 这个就真的要 拭目以待 看下将来 越来越多污染的地球 是会怎样 产生更加多 不同的动物的变化了 但是呢 大家可能就会想 胡医生 你说起的就是说 妈妈他们要喂捕鱼 那他们树虹是 吃这个油加利叶的嘛 那最初呢 我自己会觉得 油加利叶 就是八花油 eucalyptus 其实是的 油加利叶 就是这个八花油里面 其中一种成分 所以就会有种这个 驱蚊 港蚊 但是呢 原来 eucalyptus 油加利叶 本身是有毒的 所以呢 差不多只有 树虹本身 他们才会在 他们的肠胃里面 有这个化解 这种毒的成分 所以呢 他们基本上 在这个大自然界里面 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是没有什么对手的 除了树虹之外呢 差不多是没有其他的动物 会去咬这些毒物的 嗯 即是那只树叶 没有人跟他争了 是的 所以呢 他们都 好在的就是说 只要他们环境好呢 其实他们是 不需要担心 没有东西吃的 但是很不幸地的 由于 人类带来的大自然的灾害 包括 去将这些油加利叶树 不断地移走 因为很多的油加利叶树 都是近着这个水源 如果大家有留意过澳洲呢 澳洲和美国 最不同的地方就是说 美国中间是有这条 密西西比河 基本上是 写透了美国的文明 就是这个 Tom Sawyer 和这个Huggerberry Finn 就是我经常都跟自己说 我很希望 去到这个 密西西比河 那所以呢 当人家经常跟我说 澳洲 其实跟美国差不多大 我经常就会问自己 究竟为什么 澳洲 成为不到一个超级强国呢 谁知一看回 才发觉原来 澳洲中间呢 基本上是沙漠地带 所有的大城市呢 都差不多是沿海的地方 那所以呢 人类 既要生存在近海的地方 就会移走这些 尤加利叶鼠 到差不多是 这20年30年了 这个树红的国保 才会受到 人类的保护 但是呢 通常当人类 去选择保护大自然的时候呢 永远都会 迟了一些些的 所以呢 其实在澳洲 今时今日来说呢 反而树红 很多是 不是被其他的动物杀死了 就是不会好像 在动物园里面 被P22 这只美洲狮杀死 而是很不幸的 是被车撞死 或者由于 交通的道路的问题 搞到他们 可能真的 我经常说的 思觉失调 嗯 就算P22 都是某程度 是被车撞死的 是啊 所以其实今时今日的 我想大家都记得 我讲过的 就是说 在北九 未来两三年呢 就会在101公路上面 就是天空上面呢 会有一条希望 被动物过的桥了 那既然今晚 我们在这个树红里面 都希望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所谓的新的科技啦 叫Chad GPT 那我今晚呢 也都选择了去问一下他 可不可以给一些 关于树红的懒知识给我了 那在这里呢 我就发现了了 原来树红呢 是在夜晚出活的动物来的 他们通常在夜晚 才会去进食 和活动 那在这里 Chad GPT 做得很好 他就说了 因为在夜晚 比较较小的天敌出现 所以他们更加安全的 在树上面 覓食了 所以我们平日 早上的时候 就见到他在树上睡觉 没错 那第二 这里都说到的就是说 原来他是有一个 很特别的鼻 可以闻到很远的食物 和水源 他的鼻 比狗的鼻 更加敏感 所以在这里 都可能说出了 就是说 他是靠 臭角 去找到 这些代红的 地下通道 那第三 也都说到的就是 原来树红 是有一条 很柔软的鼻 那就可以伸到很长 方便他们在树枝 和树叶中间 去找到食物 也都会说到的就是说 原来树红 可以在树枝上面 去倒立的 他们可以用 他们的后脚 翘住其中一条树枝 那就可以转来转去 也都很特别的 在这里说到的就是说 树红 其实有一种 很特别的睡眠习惯 他们通常会选择 在某一棵树 就是只是那棵树 做睡觉 那其实就等于 我们的床 那也都在这里 很特别的 这个ChatGPT 就是说 这些冷知识 显示了树红的独特性 和适应能力 令人惊叹 他们在生态环境中的 灵活性和适应性 都让我看到其实 创造或者制造这个ChatGPT的工程师 他们都很有心机 希望去加一些鼓励性的说话 因为其实当中 他们都很希望做到保护了这个 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大自然生态 但我想不少的听众都知道 现在开始已经有些叫做 是坏蛋ChatGPT的出现 是给大家去用ChatGPT 去找到一些 不是太好的东西了 所以其实在这里 都说得出的 不单止是说 大自然 我们人类 也都被我们去想到的 就是说科技 其实真是水能覆咒 是 就是你善用它就好了 但也都有很多人是 abuse它 或者是直接是用得不好的方法 过来去用它 不过我自己就看到 就是很多时候 从大自然那里也都看到 就是你刚才说到 P22为什么这么强 就是很横强的 或者它是这么适应到生活 但是我们经常都有一句说话 就是适者生存 和若欲强食 就是如果它能够生存得到的那些 都应该不是太弱的一些动物 就是不是弱者 因为如果弱者那些 一早已经淘汰了 就是我自己看那些 企鵝的生活 或者企鵝的生态那里都是 就是如果它弱那些 很早已经是 熬不住 熬不住那些风 也都你说要长征一段时间 一段长的路去找食物 如果你身体熬不住的时候 你根本那段路 你就已经在那里 就已经停了 在那里不能走 或者被冻死了 那你走得到去吃 又回到来那些 都是强者来的 那在这里 欣陶都被我想到的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 文学世界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强者 是一只动物出现过的 他叫孙悟空 就是这个西游记 所以在最后 我都想用这个ChatGPT 去写一个 在西游记之中 和树红的故事 跟大家去讲一下 在这里就说了 孙悟空是一个 有着超凡武功 智慧的神后 他曾经帮助过 唐三藏去冒险 在之后 他的冒险之中 他遇到一个 特别的朋友 树红 孙悟空一直在 找新的挑战 他来到这个 澳洲的森林之中 希望找到一个 强大的对手 在这个森林里面 充满了险恶 孙悟空遇到 无数的妖怪 他勉强地向前走 在这个时候 他遇见一只树红 树红虽然细小 却有敏捷的身手 能够用后脚 攀爬树林 和躲避陷阱 孙悟空和树红 交谈了一阵之后 他们开始一起 在澳洲旅行 孙悟空发现了 树红有着非凡的智慧 和灵性 他能够和孙悟空沟通 分享他很多的故事和经验 孙悟空对于树红 都非常敬佩 他认识了很多 关于澳洲森林的知识 在途中 孙悟空和树红 遇到很多的挑战 但他们总是互相帮助 携手面对 孙悟空发现 树红不单是一个好朋友 亦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 最后 孙悟空和树红 一起完成了他们的冒险 孙悟空明白 强大的力量 不是唯一的目标 和好朋友一起去旅行 和分享生命的经验 同样的重要 那么在这里 我都要帮殷陀 做个小小的广告 传说中 在一个月之后 殷陀 就会丢下小弟我在这边上班 他就有机会 去和大家一起去这个荷兰旅行 我都很希望 欣陀到有时会认识一点点 和各位听众去这个旅行 那时候多拍一些照片 给小弟我看看 但是都希望听众们 有兴趣和欣陀一起去旅行 就尽快报名 你和我们买广告 实在这个是十分之好的 原来ChatGPT 都可以写一些幻想儿童的故事 也都是最后有一些寓意在这里 很有趣的 多谢胡医生你 下次再见 拜拜